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等一下我们要去河里面找点螺丝 现在要准备出发了 跟我坐吧 欢迎坐 我不要关开 现在我们要坐船到河里面去找 看一下有没有螺丝 坐着不敢坐 就是这一间的 没有 还有火汤 现在我要下河去找螺丝了 哇 好冰凉啊 这个水 已经出锅了 我们找冰箱 这种鸡也给他打过来的药了 已经叼过来 干脆的发着还要叼过来 拿着大了 调不掉 让这个骨子出来要 正宗的蜻居 哇 看到没有 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的 这边是极流 一叶走一走活到久一走 这种螺丝他喜欢躲在极流的石头上下面 这挺有 这都是小的 这个石头下面可能有 哇 这么多 哇 你看 大大小小 螺丝在上面越是水越是极的地方 它就越是多 这小的就把它放在这 小的就不拿 对了 哇 这个好大 差不多就行了 有哈子哦 哈哈 哈子 这是公的 这个比较宽 这螃蟹还断了一只脚 还断了一只脚 我的银子最烦来这里 他也抓了一只鱼 我们现在在河里放螃蟹 表哥已经得了好几只了 但是我才得了一只小小的鱼 拿手抓就只能抓那么大的 这就是个铼 这就是我们刚刚的收获 半桶螺丝 全部都是螺丝 这就是河里面的螺丝 这个是贝壳 这是河里面的贝壳 刚刚得了二十来只螃蟹 还有几个鱼 还有几个鱼 还整个河里面的鱼 这种鱼 应该是鱼这个大 回家了 谢谢 you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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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 谢谢那 zi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